我们从一下这个统一解释权来看一看这种情况 统一解释权 大家可以看到我正在宪法上 这样三个字给他加了一个狂慌 这是有特定用意的 我们的这个释宪者必须要讲宪法 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宪法的争议不可以千万不可以忘记 但实际上宪法本身的规定 可能就会误导我们 为什么呢 宪法第78条说 宪法司法院解释宪法斗典统一法令解释权 这句话意思究竟是说 大法官应当统一法令解释 还是说你要结合第77条 各审判机关有统一解释法令 还是说在统一法令上 大法官要从宪法的眼光去统一解释法令 在宪法上的这个争议 我们看一下 诗字743号 如果你跟740号互相对照的话 我用挽救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个是关于大众结运法的土地征收 这个征收监察院已经按照监察法提纠正案 结果行政机关他觉得他没有什么违法地方 那于是他就申请这个统一见解 他认为有见解上面的这个起义 那种感觉呢 就是他找到一个咨询者 行政机关你等着 我找人来 好那找到了大法官 但现在问题为什么 不是第五条 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五条 为什么不是行使职权有这个宪法上争议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透过机关 结合机关终成义务 我纠正了他了 那么行政机关必须要配合 行政机关不配合 他违反了宪法上面应当作为的义务 他没有这句谈 他是从宪法第七条去认为有见解上面的起义 虽然我们的这个宪法诉讼法在修法 那么将来这个会删除这个规定 但是我认为这个统一见解的问题 不会因为将来修法而消失 大法官必须要把握这个有限性的机会 所以大法官在这边用了一句话说 他要注意 如果征收来土地在移转第三 可能会有对财产权的造成的 这个疑虑 那么这是一个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 一段话 大法官除了统一 他除了看看法律两个机关的见解以外 他要试图拉到宪法上面财产权 所以这是一个宪法上统一解释权 但是如果你比照740条的话 你会发觉很有趣 在那个号案子里面 那个感觉像是大法官联席会议 这个联席会议就像民警士 这个法院的联席会议 庭障法官联席会议 他在那解释 以法适用者 一般的法律适用者去解释一个 这个法律 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那么第二个看法 我们在违宪的认定上面要注意 这个是一个理解活动 理解的这个过程 我们必须要解释宪法法律 以及抽象 抽象以及具体的去认定事实 在这个地方 我们视线者受到了三个方面的拘束 第一个 他的前期理解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大法官是怎么样产生 以及组成的